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蕭玉 其實今天是 欸等一下 我現在發現我今天的衣服跟背景融為一體 完全看不到我 今天蕭玉要來做早餐啦 那為什麼突然要來做早餐呢 因為每天早上起來都會想說 今天早餐要吃什麼 到底要吃什麼 每天都不知道要吃什麼 所以最後呢 就決定要來自己親手做 那要做什麼樣的早餐呢 其實我還不知道 因為呢要先看我家冰箱裡面有什麼 食材有什麼材料才能決定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看看冰箱的狀況吧 是的 我剛剛在冰箱呢 只看到這兩樣東西 吐司和蛋 而且吐司還是剩這樣 那我就看看 能不能用這兩樣東西變出元氣早餐吧 首先呢先在吐司中間挖一個洞 那剛好我家有一個愛心的模具 所以我就用這個 你們沒有模具用刀子也可以 看你想要什麼形狀 你就自己挖什麼形狀 先加入奶油 接著把剛剛的吐司放下去 煎到兩面金黃之後 把蛋打進去 完美 再加入一些少許的胡椒 還有鹽巴 再把剛剛的愛心放上去 欸有沒有聽到 滋滋滋滋滋 再反覆的把它煎到酥脆 欸 欸 什麼回事 當 完成了我們的元氣早餐 剛剛不是說只有蛋跟吐司嗎 為什麼會有花椰菜呢 那我們下次見囉 欸其實還蠻好吃的欸 可以吃的嗎 好嗎 遠足 在心的下子 謝謝 老婆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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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但 做什麼 直接做什麼